俄罗斯的电子战究竟有多强?美军为什么又因此吃大亏?中国又有何技术呢? 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 近日,俄罗斯军事专家对外宣称,俄罗斯目前已经在电子战系统领域成为领先者 他们的电子战系统能够在未来的战场发挥重大影响,不仅如此,它还可以在太空中发挥作用 并且,他还认为,在未来的数十年里,电子战的意义会因信息技术在武器控制以及军队指挥方面的作用不断加强而增加 俄罗斯专家的话并非空时来风,他们的电子战系统是经过实践认证的 那么俄罗斯的电子战到底有多强呢? 此前,在伊朗战场上,美军就因此吃了大亏 在今年的4月上旬,伊朗方面对外宣称,伊朗成功地破解了美军部署在伊拉克地区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并且,伊朗还对外公布了伊朗无人机在美军驻伊拉克最大的军事基地里的照片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伊朗使用的是俄罗斯制造的最先进的电子战系统和电子战系统组成的无人机 通过俄罗斯的帮助,伊朗方面非常有可能破解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中的一些重要参数使其瘫痪 也就是说,有了俄罗斯的电子战系统,美军引以为傲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堆破铜烂铁,毫无防御作用 不仅如此,俄罗斯的汽车场电子干扰系统不仅能干扰地面目标,还能干扰卫星信号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成功地干扰到敌人的控制及导航系统 此外,他还可以对付敌人的电子干扰系统,从而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 为此,这名俄罗斯专家还说道,西方国家已经无药可救地落后了,这是为什么呢? 此前,西方国家的军队一直到现在都还认为,发展电子战部队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意义 所以基本上都没有在电子战部队上投入过多的人力、物力以及资金 只有俄罗斯、中国等国家在前行发展电子战部队 所以时至今日,俄罗斯的电子战系统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并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世界上没有类似的武器 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有效的方法去对抗俄罗斯等国家的电子战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电子战技术虽然比俄罗斯等国家极不要晚 但是它的发展却很快 不仅如此,我国在电子战这一领域中的一项技术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 那就是电子环境监测系统 这种系统能够对电子环境进行监测 这在未来的战场上将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感应器 感应器 感應器 感应器 感应器 感应器